由合资格的承建商负责向屋宇柱申请承建 不过有建筑业界的人士就说制度存在漏洞 难以全面规管劏房 有楼号少报导 苏女士住在一间深水埗的劏房 每日要走五层楼梯才回到家 码头围到发生火警之后 她很担心 因为她都不清楚大厦有没有后楼梯 我们在屋宇柱里得到这栋楼的途绩 发现栋楼后面有一条后楼梯 原本一梯两火 每个单位都可以通到后面 但现在一个单位分拆成四个套房 有些房间就去不到后楼梯 这些劏房除了阻塞走火通道的问题之外 还会对楼梯结构构成危险 政府就计划将劏房和间房的工程 立入小型工程监管制度 到时工人要有二级牌才可以做到间房工程 不过有建造业界人士就说 制度今年实施以来 行内出现组称借牌的情况 即是只有三级牌的工人 会找有二牌的公司向屋宇柱入职申请 他们只是名义上承建了工程 但实际都是由原本的工人去做 他又说政府规管间房 只会令借牌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对劏房的规管并没有帮助 有线电视记者刘浩潮报道